進入房間把房客弄亂的被子鋪平 再把枕頭擺放整齊 忙完了之間又得再推推車 到下一間房整理 趕著讓房客三點前入住 疫情過後觀光業再起 不過旅宿業者反映 基層的房屋人員卻出現缺工潮 旅遊修行觀光業 都是比較屬於勞力密集的行業 因為服務密度相當高 年輕人或者說現在的 求業求職人員 不一定會要往這個業態去走 所以當然說是在就業的環境 然後福利薪資等等 都會是求職者的一個綜合考量 高雄基層房屋人員起薪 兩萬八千元 這間飯店待遇較好有三萬元 但飯店的常態人力仍只有四成 其他六成得靠兼職員工 以及建教合作的學生填補缺口 尤其疫情過後 南部觀光業蓬勃 郵輪商機看漲 但是缺工問題嚴重 調動部長王國才指出 政府特別預算中 南部飯店旅宿業者 共用一個人員 月薪三萬一千元以上 就補貼五千元 希望藉此吸引人力投入房屋工作 從事觀光業的 就有很多人是轉到這個外送平台去 那所以這也就是勞動力很缺的部分 包括遊覽車 包括旅行社 包括餐廳 包括旅館 其實都缺 政府是不是考慮開放就是移工 進來台灣來從事這些比較勞務工作 旅館業者盼望開放移工進入觀光產業填補人力的缺口 但勞動部表示還要是薪資缺工狀況再考量 但也有最近才投入房務工作的員工 二度就業沒有門檻 是他的優先考量 當初是因為要照顧小朋友的關係 所以休息了大概15年 這間公司它可以接受我是 就是完全沒有經驗 然後甚至就是從零開始培訓我 旅館業者反映 不只他們缺工餐廳服務生等勞力密集的工作 要找人都不容易 如何填補勞動力 恐怕不是補貼五千元薪資就能解決 靜新聞轉鈴謝嘉玲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我要很靜靜 pairing 移動控制 回來 當你為止 再引擎 吐